戴冬天 絕對不能錯過 哈囉大家好 我是眼皮越來越霜的丹丹 今天又到了一個新品開箱時間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東西 對某些人來說就是一年四季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現在這個越來越涼的天氣特別適合來使用 就是來自於凡士林全新上市的 這三支都是經由美國皮膚科專家做研究 特別特別適合敏感機來使用 而且它是屬於無香的 聞起來完全沒有味道的 這支燕麥的它是多添加了高濃度的燕麥膠 可以舒緩肌膚的一個不是 那裡面呢有一個獨家的肌膚屏障修護科技 讓你塗在肌膚上之後 就算你是去洗手 就是它不會這麼容易被洗掉 還是會有一層保護層在你的手上 所以這三罐呢它的質地上都濃稠 比較不會流動性的乳液 那它的顏色呢乳液是有點偏白色的 然後是有帶光澤感 那修護出來是白色 那這支燕麥的修復霜呢 它就是屬於有點米色的 那我自己在使用的時候呢 我都會用在剛洗完澡的時候 然後身體還有一點水分 它就是最好吸收的 在這種現在的秋冬天來使用非常OK 但是如果在比較熱的時候呢 剛開始擦上去可能會覺得稍微比較油 但是等它吸收之後就是完全不會 所以這個部分呢乾肌一定非常喜歡 因為它的滋潤度很高 因為乾肌最怕使用乳液 就是你剛擦的時候滋潤度夠 可是等到它吸收之後 完全就沒有感覺了 它就會覺得 啊那我這樣是不是等於白擦了 所以這個部分我也有請我媽一起幫我做測試 請她跟我分享她使用的心得 因為她的手腳啊也是屬於那種比較乾的肌膚 她平常都會使用乳液 就是一年四季都會是她乳液 通常隔天腳趾頭的周圍啊 或者是像是後腳跟都會比較乾 就是這幾天就是請她幫我測試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一用完隔天腳趾頭跟後腳趾 都還是覺得有保濕的感覺 所以可以證明她其實 它的持續力是很夠的 就是不會說好像只有擦上去的半個小時 有保濕後面就沒有感覺了 所以不管是什麼膚質啊 在這種慢慢變冷的天氣 如果覺得身體哪裡變得比較乾燥 都可以來試試看凡士林的這個 專業低迷修護系列 因為它就是會有一個保護層在你的手上 達到一種保濕跟鎖水的一個效果 所以想要試試看這種高保濕高滋潤的一個乳液的話 現在確認是已經上市囉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可以幫我分享給你的朋友 然後記得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 謝謝囉 goodbye